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家里有圆形模板的话画出来会更方便哦 接下来就是以这些圆圈为基础画出各种不同的图案了 无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和别人比赛看在限定的时间里面谁画的最多哦 我们也可以挑战其他的形状哦 那今天的节目主要是提供那些居家办公的家长们一个适合小朋友们的活动 那如果觉得画园圈太过繁琐的话呢 我也会在下方加入一些数码板让大家下载打印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为止了 喜欢的朋友们呢记得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所以我们现在在10分钟 所以我们应该做啊 10分钟的话 我们可以写多少圆圆 可以写吗 可以写多少圆圆 請我去探訪